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顶点着色的概念以及原理 在前面,我们学习到如何使用一个矩阵来对一个点进行平移,缩放和旋转 我们还学习到模型数据的存储方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对模型进行平移,缩放和旋转 打开Unity3D,我们首先先创建一个盒子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盒子的变化 比如,我们对这个盒子进行拖拽,使它进行平移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这个盒子的平移过程 其实是对这个模型的每一个零点进行平移 然后我们再来创建一个盒子进行对比一下 现在我们来平移我们的盒子 假设这个盒子是我们平移之前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平移之后的状态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盒子的平移过程 其实就是它的每一个零点进行平移 比如,这个顶点平移到这个位置 这个一个零点平移到这个位置 这个一个零点平移到这个位置 以及这个零点平移到这个位置 这个也就说明 我们对一个模型进行平移 旋转和缩放 其实就是在对模型的每一个零点 进行平移 旋转和缩放 现在我们就来编程 验证一下 首先我们导入一个盒子的模型 删掉我们之前的这两个盒子 导入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read alright 一定要勾选上 如果没有勾选上 我们在程序里面 就每一方访问到它的顶点数据 然后我们将这一个模型 放置到场景里面去 我们将它里面的这一个default拿出来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编写我们的代码 首先给它创建一个脚本 然后打开我们的脚本 我们先来获取一下我们的模型 然后我们定一个数字 用来存放我们的坐标信息 现在我们就来便利我们的每一个零点 然后对我们的每一个零点进行转换 在这里我们就编写一个转换的函数 然后我们定义我们的矩阵 然后我们定义我们的矩阵 进行初始化 设置我们偏移的 也就是我们位移的量 在X轴上面位移我们的单位 然后设置我们的角度 最后是我们的缩方 最后是我们的缩方 然后我们对这个顶点进行变换 最后我们就用这个变化函数 对模型的每一个零点进行变换 然后再复制回去 现在我们就来运行看一下结果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的这一个红色的盒子 在X轴上面位移了五个单位 通过编程 对模型的每一个顶点进行变换 经过变换之后 模型也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在CPU里面 执行这个操作 那么我们的计算量就会非常大 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个盒子 盒子的数据量比较小 那么如果我们处理的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零点数量 可能有几万 甚至几十万 我们在CPU里面处理这些操作 CPU的性能就会全部消耗在 这个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模型上面 并且CPU不一定能够 在短时间之内 就能够对这个模型处理完成 那么我们就需要 避免在CPU里面 执行这个复杂的操作 因此我们就要将这个操作 放置到CPU里面去执行 大家要注意 CPU并不能够处理复杂的逻辑 CPU它只能够处理简单的运算 这一个变化过程 对于CPU来说 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将 零点声音取证 然后输出即可 CPU的核心数量 非常多 就是最低端的CPU 它的核心的数量 也都是上百 那么这个零点数量上万的模型 就可以被上百 核心同时进行处理 因此在我们看来 CPU处理这个数据的速度 就会变得非常快 这样也能够使得 我们的CPU空闲下来 能够去处理一些 我们一些其他的业务逻辑 大家要注意 零点数据 是被并行处理的 CPU的每个核心 每次处理一个数据 既然是并行处理的 那么对于CPU来说 就没有全局变量这个概念 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 要尤其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在平时的编程当中 一般处理的是单线程 多线程处理的比较少 对于单线程处理习惯了的同学 在初次接触到 CPU的执行过程的时候 往往就会想到 使用到全局变量 假设我们CPU的 计算函数为 Vertex Shader 就是这一个 那么我们CPU的执行方式 就为 它的输出等于 我们的函数 对我们的输入 进行处理 大家要注意 它是并行的 那么同理 其他的一些 也是并行的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编写的代码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一段代码 我们执行的过程是线性的 我们先执行了 0 再执行了1 然后执行了2 然后依次了一推 直到执行 完所有的顶点数据 当我们在CPU里面处理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用到全局变量 比如 我们在这里 定义一个计数器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函数里面 对这一个函数进行计数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输出的结果是24 就说明我们这个函数 执行了24次 这一个用法 在我们编程的时候 是经常用到的 但是在GPU里面 我们要忘掉这个用法 这个在后面 我们编写shader的时候 至关重要 因为我发现 大部分的初学者 在构思算法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全局变量 考虑进去 比如 在GPU的 Vertex Shader函数里面 统计之心次数 统计计算的结果 等等一些操作 这个会让我们 在编写shader的时候 走入一个死胡同 虽然我们不能够使用全局变量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全局长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零点着色器 我们可以理解为 GPU里面的 Vertex Shader 就是我们的零点着色器 零点着色器的函数 由我们自己编写 这个函数将会被同时 运用到GPU的 所有核心当中 同时处理 大批量的零点数据 我们可以在零点着色器里面 访问 我们传输给GPU的零点数据 我们定义的全局长量 等等 虽然我们不能够使用全局变量 但是我们可以在 零点着色器的函数里面 使用局部变量 这个局部变量 只能使用在函数的内部 那么这一个 对顶点进行处理的着色器 我们就称为顶点着色器 在顶点着色器里面 我们不仅能够对点进行变换 我们还能够对点 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 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如何编写顶点出色器 因为还有许多概念 需要我们先掌握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会学习到 非常关键的几个概念 分别为NDC 生动 以及投影 看 font statement 而不提供 感变活画重 Tonight